OK,那你看這個原始檔來了 那你打開的時候,因為我那時候停在60格 所以你會看到前面,稍微把它往前拖一下子就看到前面了 好,那麼背景我先鎖起來可以吧 反正都不要動到它嘛 反正原則上你比較不動的,你就把它鎖起來 好,增加導引線是在這裡 好,增加完之後我現在到這邊 我就要畫路徑了 路徑怎麼畫,甚至你要用這個也可以啊 只要這個不按就好了 好,那我這個呢,畫出來我讓它平滑,畫一點 比較順吼 好,我們就繞繞繞 最後有一竿進洞就可以了 好,OK,那現在呢 這個魚,現在我就把導引線鎖起來了 好,魚 用移動工具 接收在 吸到這裡,因為這個不是,14點不是它的啦 正常應該是這個 好,那我們到後面去囉 魚 插入關鍵影格 在結束點的地方 來,拉下來 吃到這裡 好,那我中間我就把它增加一個移動的 好,那麼你看 這樣有沒有跟著走 有,啊這樣是不是會倒退走 好,所以有的人會想到說啊,老師淘汰的光櫃沿向路徑 把它高起來 然後就會冰度 因為它永遠跟它一個角度嘛 因為我們畫,你看我線這樣畫過去 法向量是朝上的 可是當我這樣畫回來的時候,法向量是朝下的 所以它會跟它沿著那個路徑嘛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會變多了齁 因為這個有勾起來 那 在這邊的話 你想要我到這邊是不是要轉 是不是要轉到另外一邊 所以 就是要卡通一點 插入關鍵影格 你可以用變形工具直接把它拉過去就好了 這樣 這樣也可以 或者你要比較準的 我們在修改裡面 變形有沒有一個垂直或水平翻轉 這個就是水平翻轉有沒有 在這裡 這樣過來 它到這邊 我說很卡通就是 說變臉就是變臉嘛 這樣過去就好了 OK嗎 好,那所以相對你到這邊是一樣 點下去 按右鍵 插入關鍵格 這次我用這樣轉 這樣是比較不精準 好,那就看你 好,那再來往後退 到這裡 按右鍵 插入關鍵格 這樣就可以很順利的游下去了 有沒有問題 嘗試看看 所以你的這個就不要勾了 那個什麼 這就不要勾了 眼鏡頭就不要勾 這樣就會成功 好,就會成功 那 是誰 不要勾了嗎 我可以斯波 你 什麼 在這裡 打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